博物战火特别报道不断的更新 我们来看到是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已经进入第20天了 现在双方的局势依旧是呈现焦灼的状态 不过呢 这个乌克兰总统顾问已经说了 两国最快渴望在一到两周之内 就要签署和平协议 否则最晚只要熬到5月初的话 一旦俄罗斯耗尽资源 那么战争也很有可能会结束 好现在呢 为了展现对乌克兰强力的支持 包含了波兰捷克还有斯洛维尼亚 在内有三个欧盟成员国的总理 在15号的时候不为战火 搭了火车到遭到围困的乌克兰首都基辅 至于现在呢 美国总统拜登也确定会在下个星期 亲自访问欧洲和北约的领导人 来讨论两国之间的局势 好目前呢 您可以看到在日前 两国已经进入第四轮的谈判了 当然乌克兰的唯一诉求 就是俄军先停火 乌方的代表探验 现在双方的沟通陷入困难 黑夜中连续有至少40发的炮弹发射升空 乌克兰发布了一段25秒的影片 呛下这些炮弹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至今已经殲灭了13500名的俄军 俄战争已经超过了两周 双方于14号展开第四次的谈判 仍未达成共事 预计15号继续谈 乌克兰表示两国和平协议 最快可能于一至两周内完成 最晚不会止于5月初签数 但也透露就算达成了协议 乌克兰各地的零星战斗 恐怕仍将持续一年 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罗斯不再下最后的通牒 甚至要求投降 态度显然不再的强硬 渴望有重大的突破 同时对俄军温情喊话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跨国企业纷纷选择切割 麦当劳在上周宣布暂时撤出 引爆了当地民众抢购 囤购汉堡的风潮 一名停重达270公斤的钢琴家 直接把刺激锁在店门口 希望麦当劳不要走 他痛批麦当劳关店 非常的不人道 此举引来了不少民众围观 最后遭到了警方逮捕与罚款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引发了人道危机 被誉为欧洲代孕之都的乌克兰 提供了许多无法顺利生育的夫妻 一个合法求子的机会 如今许多代孕婴儿 受困防空洞 等不到亲生的父母 这些战争下的新生儿 恐怕面临遭到遗弃的命运 记者综合报道 乌克兰的国际维和中心 在13号这一天 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最后造成35个人不幸的死亡 俄方宣称了 有多达180名的外国拥兵阵亡 大陆的社群媒体疯传 这180人当中 包括了被誉为居审的 加拿大精英狙击手瓦利 甚至传出了他上战场 只有20分钟就被炸死了 不过现在证实这个消息是假的 因为他在自己的脸书发文报平安 还说自己虽然有短暂停留在国际维和中心 但现在已经距离该区很远 自己也是平安无事的 好还要来关心的是俄乌战火持续 乌克兰现在除了奋力抵抗之外 也希望能够利用一些文宣战来激励士气 乌克兰的邮局呢 这回就以纪念镇守蛇岛的士兵作为发想 举办了邮票设计大赛 最后呢从大约20组的作品当中 票选并且发行了战时邮票 最后呢是有一位艺术家叫做鲍里斯格罗胜出 好邮票当中的背景就是俄罗斯来袭的军舰 一名蛇岛上的乌克兰士兵左手持枪 举起了右手向俄罗斯军舰比出不雅的手势 好当然显示出乌克兰民众向入侵者展现无畏的精神 根据了CNN的报道指出乌克兰的军方说了 蛇岛的守军曾经两度击退俄罗斯的攻击 但是最后因为弹药不足被迫投降 乌克兰的外交部副部长也在推特上头说 将要把这款邮票命名为俄罗斯军舰 你擦擦的 好来看到拜登政府日前表示 俄罗斯向大陆提出了支援军事装备的要求 而陆方也表示配合议院 对此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15号例行记者会上头发表了看法 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4日已经否认 俄罗斯曾请求中方提供军事援助 美方不实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 既不专业也不道德 更不负责任 他们这样做 只会让美国进一步失讯于世界 美方应该做的 是深刻反思 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 真正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 做些实事 俄乌战争现在在欧洲延烧了 北约14号在挪威举行最大规模的军演 但是由于实经典蛮敏感的 挪威先向俄罗斯打了预防针 表示说这只是一次防御性的演习 不过北约对于俄乌的冲突 在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的呼吁之下 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打算要派兵支援 或是设立禁航区 泽文斯基的要求 北约和美国好像也没有考虑的打算 对此泽文斯基也说 将会持续的努力游说各国 将会在台湾时间16号 在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 只是这个时间点正好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借满一个月的时间 北约2022年规模最大军演 酷寒反映2022在挪威登场 但正值俄乌冲突敏感时机 挪威国防部长艾诺克森表示 为了避免造成误会 已经先向俄罗斯通报 并强调这只是单纯的防御性演练 但俄罗斯尽管受邀欢魔 却拒绝出席 德国之声报导指出 酷寒演习将集合27国 共3万多名士兵 200架飞机以及50艘船舰参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北约速度表态 不会出兵到乌克兰或设立禁航区 但美国媒体指出 演习地点距离俄罗斯边境 只有大约321公里 恶阻乌克兰战争战线 扩大意味浓厚 乌克兰总统 超过2.8亿人都逃到乌克兰 泽伦斯基每天寻求外援 但遭到西方无视 美国国会三报指出 原先预计在14号 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以紧急与不可预见的情况 为由临时取消 泽伦斯基面对俄军兵临城下 一直希望美国给予战机 以及设立禁航区 预计在台湾时间16号 晚上对美国国会发表视讯演说 但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态 坚持不派战机不出兵 也不设禁航区 泽伦斯基想透过演说 争取更多支持恐怕效果有限 记得张力报导